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现在魔朽周深 实力见证 其余乐章 这是一首动人的族曲 通过一种 降星别具的音乐编排 又是首度汇集了 迪士尼动画 六首经典主题曲 打造的音乐线里 周深用歌声 串联起满满的回忆 伴随着他的歌声 电影的温馨画面 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现 唤起无数人的美好回忆 另外根据透露 B站跨年将在12月8号到10号 在无锡录制 嘉宾名单中有周深 邓紫棋等明星艺人 这是继网友爆料 周深将参加江苏卫视 和浙江卫视跨年后 又一个跨年舞台 还有一个月就跨年了 中间肯定会有更多的消息爆出 期待 前段时间当看到 我眼中的实力派这个标题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艺人 就是歌手周深 作为现今最为当红的歌手 周深的嗓音究竟有多百遍 各种深陷随意切换 每声一出自带高级感 网友调侃 调音师限制了周深的水平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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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我们的朋友 小狗产 是他 就是他 是他 就是他 少年英雄 我要闹了 上天大地 天要高 上海大地 还更大 只多幽默 又像鬼怪 少年英雄 就是小狗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周深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特别是在他参加综艺的时候 无论前一秒是多么的搞笑 只要周深一开口 顿时就感觉进入了英宗的现场一样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周深在几个娱乐综艺中 堪比神级英宗的顶级现场吧 第一首改编版的 《一千零一个愿望》 在刚刚过去的 《奔跑吧》 特别进音乐会专场 节目里 它的表现十足 是大家的开心果 而演唱的《一千零一个愿望》 歌曲温暖动听 富有深度的歌词 配上温暖的旋律 治愈贴心 有没有唱进你的心里 第二首是周深的《一千零一个愿望》 第二首是周深的《一千零一个愿望》 第二首是周深当初参加《青春环游记二》的时候 和朗朗一起合作演唱的《幽灵公主》 这是一首无字歌 但是在周深和朗朗的演绎下 简直可以说是完美 第三首就是周深在20年的时候参加综艺 新手家道演唱的一首歌曲《真夏的樱花》 一首歌的时间在季节中穿行 这感觉像在开演唱会一样 正如周深所说 这是一首适合毕业的歌 Zak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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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灑满青春的魔法 擦干眼泪 说声才会不是成长的爱家 Zak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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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说风雨中 又爱我最大 第四首就是周深前两天 在《你好星期六》节目中带来的歌曲 《美美》可以说是十分的精彩了 在不久前的金鸡奖颁奖晚会上 周深首次现场演唱该曲 这次在《你好星期六》舞台上再次演唱 又有着不同的味道 不愧赖舞超强歌手 给草鲁一心灵 给心灵一风骨 一晚风一朝露 请问梦中的净土 给飞鸟一故事 给故事一老路 一桩鲁一孤独 刻画光影的领悟 一成文沧海 一成文艺术 走过遥遥千万里 青涩少年 一成书 给你一幅时光远去留下的风俗 给你一幕满身 你你才有的孤独 给你一场破坚 我变换来的前途 周深她一直在进步 但是这些舞台重新定义了歌唱的方式 打破了大众对歌唱的定义 也让观众看到原来歌可以这样唱 她打破了很多既定印象 让更多人注意到 她唱的是真好 她能唱得更好 也在期待着她会怎么唱 古时歌唱的定义 神秘一却难变朗千叠 今次破解 曾莫比都不对 而我不觉一生的灭不尽 飞天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